請大家來關心 新北市一所學校 今天發生學生衝突 一名國三男學生 與同校的同學爭吵 結果遭到對方 持美工刀攻擊 劃傷了脖子還有胸口 造成大量失血 救護人員到場的時候 發現男同學是已經失去了呼吸心跳 緊急送醫搶救 消防表示兩名學生沒有心結 也不認識 是口角衝突 而衍生的意外事件 警方已經將動手的學生 帶回分局釐清狀況 新北市一所學校 二十五號發生學生持美工刀攻擊的流血 衝突 傷者是一名十五歲國三男學生 悲哩一名同學持美工刀 跨破脖子胸口 校方趕緊送醫急救 因為口角衝突的關係 導致一些意外事件的發生 那學校知道之後 馬上把這個學生緊急送醫 然後後續做通報的動作 事發在二十五號中午用餐時間結束 一名女學生要進入傷者班上 找朋友 遭男學生 以不是自己般的回絕 並趕出教室 女學生找來了一名男學生理論 雙方在教室外頭爆發口角拉扯 男學生卻突然拿出美工刀攻擊 導致傷者胸口頸部受傷 大量失血 失去呼吸心跳 緊急送往亞東醫院急救 可能是誤入到班級 然後就開始有一些衝突的動作產生 老師可能有在附近 但可能沒有想到衝突這麼快發生 對 也許這個部分 對 可能是像這個樣子 不過這個部分是要再釐清 受傷學生目前裝葉克膜搶救中 校方表示第一時間以通知家長 傷者導師 校長也陪同送醫 據瞭解 兩名男同學在教室外爭吵 意外發生太快 教室內的老師 來不及上前阻止 兩名男學生 不認識也沒有心結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表示 初步瞭解是偶發事件 校方第一時間完成通報 至於遲刀攻擊的男學生 被警方帶回土城分局偵辦 瞭解傷人原因 學校也將針對事件儘快釐清 並提供相關學生積極輔導措施 記者黃子傑 陳信榮 陳嘉欣 謝震玲 新北報導